北大舞 今天我們要做單攻北大舞 我要做他 大家好我是Amber 嗨我是Alan 今天是也能爬百月 這一次是一個比較特別啦 是我們答應自己的挑戰 這座山在南部非常有名 而且他又是南部的百月裡面最高的 他就在屏東就在我們的隔壁 我們一定要去朝聖一下 畢竟他這麼漂亮 那但是要上去之前也是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這個不是兒戲啊 不是說想上就上嗎 所以我們有做一系列的訓練 希望今天可以驗收成果 但是也是因為天氣耽擱了非常長的時間 大概一個月都沒有辦法上去 一直取消一直取消 之前幾次都是排兩天一夜 兩天一夜就會簡單許多 那因為一直就天氣不好啊 後來我們就決定單攻好了 今天不顧一切 這禮拜天氣都很好 我們就決定今天要上去 十個小時後 我們就要開始爬了 這是我們兩個第一次單攻大型的山 希望春麗 現在時間五點五十一分下午 我們出門了 GO 有種熱血的感覺 我們現在要出發啦 出發了 這邊有很多連縫 那這個尖尖的是南大五 旁邊這裡比較平的地方的片座是北大五 就可能未來我們會去南大五 你是不是不知道南大五的恐怖 我知道啊 所以說未來嗎 終於開到北大五 登山口 現在晚上八點半 第一次晚上開其實 有點小恐怖 還是早點睡吧 嗯 我們預計是兩點起床 還有五個小時多 晚安 晚安 兩點多 起床囉 幹嘛 好兇 整你差不多了 你今天裝備應該很輕吧 沒錯 因為我們現在單攻啊 所以裝備要蠻輕量化的 還可以幫助我們快速完成這個行程 那除了裝備之外呢 我們的補給也非常的輕 這次我有秘密武器 就是這個 雙數咖啡因雙層錠 他把中杯美式的咖啡因 濃縮在這一顆錠裡面 而且他的效果比咖啡還有能量 你還要吃久喔 不只長途開車 像熬夜工作 或像我們常常剪片剪到半夜 都是可以靠這一錠來解決 很方便就這樣一顆 再配水就可以吃了 可以走了 很方便吧 我們是繞野海 我們今天要北大五丹宮 請保佑我們丹宮順利 天氣晴朗 平安下山 天黑之前下山 打擾了 到達登山口 現在三點零二分 我們要趕快 走了 有點慢了 三點三十五分 日湯增山跟舊登山口的岔路 繼續走 我們要去舊登山口 舊登山口到了 到了到了 現在四點零三分 然後我們剛剛從新登山口 一個小時到舊登山口 瓦魯斯溪很漂亮 我們曾經做過一片藍池 非常多人看 你可以去看看 下一個目的地 就是2.5K的水龍頭 我們上次有一集 就是爬到喜多利斷崖 當天就回家了 那所以今天主要的畫面 會從喜多利斷崖之後 一直到散角點 當日往訪申請單 這在官網就可以下載 然後這是回條 要帶著 這個要丟進去 掰 單攻的夥伴 路上遇到 現在四點十分 我們要離開舊登山口了 答應自己的挑戰行程 正式開始 百萬夜景 站在夜景 噔噔噔噔噔噔 站在夜景 噔噔噔噔噔 走啦 太多蜘蛛網了 我們今天是單攻的 最前面的兩個人 燈太亮了 天開始亮囉 2.5K到了 水龍頭 這裡有個水龍頭 真的有水 現在5點15分 我們走了一個小時 又5分鐘 到2.5K 下一站是3.8K 幾多粒斷崖 3K 扣到噔噔 很大粒嗎 我一大粒 1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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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會騙我2次鐵梯才到欸 沒有就一次鐵梯就到了 上面這個拍子就是錫多利斷崖的拍子 我們現在才走不到一半 等一下要再往上 現在才到 步道3.8K 北道山是在9K 還很遠啊 現在6點13分 今天的挑戰大概才 3分之1不到 路還很長要走 剛吃了一根麵包 因為我非常需要補充碳水化合物 現在吃完了之後 我覺得我可以了 我們短暫休息15分鐘 今天不煮咖啡 不煮飯 那一般我們煮咖啡的時候 大概補充的咖啡 可以維持2到3個小時 咖啡因定呢 它透過藥廠的專利技術 第一層快速釋放 讓你快快有精神 第二層呢 就緩慢釋放 所以整個效果 最多沒到達8個小時 它這個也拿到了 台灣的一個專利 其他地方還找不到 所以這個台灣廠商不錯 拍個手 耶 其實我覺得另外一個 更重要的一點是 因為我們沒有煮咖啡 液體攝取的就比較少 那在山上越少水 就越不會尿尿 我們剛剛大概3點吃了 現在6點多 我是還蠻有精神的 Good 走吧 趕路 Go 好現在是6點40分 OK那待會呢 往前走 就是沒走過的路 對 因為我們上次就是到這裡折返的 那往前走呢 會先遇到一個自製坡 自製坡就是上坡的意思 然後在4.8K會遇到風口 我是希望把每一個小階段分開來 所以下一個是5.25K的紅塊巨木 那到紅塊巨木的時候 差不多海拔應該已經2500了 2400多 喔是喔你有看了 好 明天正是汗流夾背啊 還不忘保持微笑 真的是相當專業的 小心喔 皮質滿軟的欸 對 這個皮質滿軟的 對 好可怕 我等下要去吸收神木的精華 現在7點43也就是說 我們從喜多利段來到神木 花了一個小時 大神木 這隻真的特別粗欸 眼前這顆紅塊巨木高25公尺 胸圍11.7公尺 喔真的很粗欸 畫面都塞不下 你有看過阿凡達嗎 有啊 我會跟他對接講話 他有告訴你什麼嗎 運動會讓身體健康 我怎麼覺得 吸收完以後又更漂亮了 有沒有一些紅塊的芬芳在我身上 臉色越來越紅潤喔 好下一個點是6.3K的水源地 也就是這條步道最後有水的地方 那我們身上有四個瓶子 我等下會在那邊把所有瓶子裝滿 從5.5K 要往6.3K水源地的路上 都是上坡 這路完全不給人休息啊 有點小M 原來這就是最後水源嗎 最後的 我以為 會是個瀑布 結果是個圈圈細流 我們8.22到6.3K水源地 這個水很冰涼 剛剛山友跟我說 那個不是最後水源地 前面還有一個最後水源地 沒關係啦 沒關係我們還是裝水 我們不要停就好了 好 真正的大水源喔 我剛剛都在耍蠢喔 剛剛謝謝那兩位山友 我剛剛有點小抽筋 他們借我 噴了一下雞了 現在比較舒服 7K到了 所有的路都是最後面最難過 在450公尺 7.45到仁線 著名的鐵梯路段 在上仁線之前 這是第一段 這是第二段 這是第二段 棒棒 樹很漂亮啊 這裡有個牌子 大五遺址0.5 三角點1.5 下一站就是神社了 0.5K 好漂亮喔 人線上這個展望 哇 哇 這大概是7.5左右的地方 繩子拉緊在走 到了高砂義勇軍紀念碑 10點07分的時候到這個高砂義勇軍紀念碑 以前日治時期嘛 派了很多台灣人去參加戰爭 原住民組成的高砂義勇軍是最厲害的 1941年編成 1942年開始往外派出去 聽說我記得數字好像是快要6000人 為了紀念這些英勇的士兵 在這裡建了一個紀念碑 那原本呢 這一個碑是在上面的 那後來倒下來了 山中的塞甲桂金一百美又來了 海拔大概接近3000他們就會出現 很愛吃 所以會靠近人 那樓梯走上來馬上就是神社了 你看這個木頭 以前你站的地方呢 有一個鳥居 鳥居在這裡 我先講一下神社是1931年蓋的 那參拜的時候呢 不能走鳥居的正中間 嗯 要走旁邊 通常是右邊 然後進個禮儀 然後從邊邊走過鳥居 因為中間是神明在走的地方 嗯 那過了鳥居以後呢 通常會有一個洗手的地方 洗完了以後 前往神社 參拜神社的時候呢 二禮二拍一禮 先敬禮 再敬禮 二拍 雙手合十 右手向下一指節 拍一拍 希望來這裡的山友都能平安 在這附近的竹人都能平安 希望我們今天也能平安 然後後面是一禮 好 過了神社就是一個下坡 自己決定的挑戰 我要繼續爬上去 走 好 剩500了 9K就到了 我們快了 我們很棒 很棒很棒 一致力 最後0.2K我真的快不行了 我走兩步就修一步 感覺肌耐力已經用盡了 可是 Ember跟我說 他已經到了 來 最後四個鐵梯 很友善吧 1 2 3 4 5 6 6 女神我來了 哦我真的到了 哇 真的需要好好喘一下 我做到了 1 2 3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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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5 7 7 6 7 7 8 9 5 6 8 9 9 11 9111 1 2 4 8 8 9 10 9 10 9 10 9 16 我上來是11點10分 Amber可能找我5分鐘 那我們總共用時8個小時又8分鐘 然後爬升了1912公尺 然後走了11點8公里 爽 知道了 可是我很臭 好臭 好臭耶 好臭 醬肉 800英尺 500英尺 幸福喔 幸福喔 漂亮 我們休息了一個小時 因為要拍攝一些畫面 現在要回去了 下去之前 登登 雙素咖啡因雙沉定 雙沉定的效用差不多過了 那我們再補一顆 它的咖啡因是從德國天然綠茶萃取的 它已經幫我們過濾掉了那些劣質的咖啡因 所以不用擔心 一天這樣吃也不會超過 而且它沒有算過那個劑量 那個200毫克的咖啡因8個小時 這樣是ok的 好那我們補一下趕快走了 好 好 因為我們其實是有delay 等一下就不囉嗦了 就是直達車上 走 啊靠下冰爆 小心小心 雷雨交加沒停過 真的是氣力放進了 我們前面很快 後面 短短的距離 花了非常多時間 真的是沒力了 終於到了 這是一場 意志力的挑戰 我這樣挑戰完 我都佩服我自己了 自己決定的挑戰 回車上吧回去再講 我終於上車了 呃 很累 還累太難了 我腳放鬆都不知覺 有種熱血的感覺 出發啦 我們回來休息一陣子 回來秒睡 對 我們是清晨的三點離開車上的 嗯 也就是開始登山 然後晚上六點半回到車上 所以我們總共用了 十五個小時半了 那中間有一個小時出頭 在山頂上做拍攝 所以實際我們花的時間 大概就是十四個小時多 以第一次來說 算給自己幾個 我心裡最累的應該是 無雙溫泉那一次 北大五單工遠比那趟行程還要難 單工就是你一定要 今天完成這件事情 我覺得心裡的素質真的很重要 我最後剩2K要到就登山口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走一步都覺得非常痛苦 可是我到了就登山口 然後看到那個 登山口的管理員 然後跟他 他關心一個一兩句 然後我做個大休息之後 後面剩下快3K的路 我走得比前面倒數2K還要快 在這一整個單工的途中呢 不一定一次就可以成功 像我們也是先去探的第一次路 啊這是第二次 我們才爬上去 我們三點多出發 那時候剛睡醒 然後又吃了這個 Race on 送素咖啡因雙塵 可能是因為剛睡飽 然後又補充了咖啡因 所以我在前面的 好啦 我在前面的六個小時都 蠻有體力的 然後六個小時過了以後 最後要登頂的前兩個小時 我就快要沒力了 最後還是成功的登頂 我們在11點的時候 我們要下山之前又補了一顆 接下來的四個小時 我們真的走很快 然後就一路拼拼拼拼拼拼拼下去 你不是講說沒看 從來沒看過我那麼快下山嗎 對啊 因為通常Amber下山他比較慢 他這一次真的飆超快的 人線上面都是零冰雹 然後人線下來以後又是零雨 一直到喜多利的時候 突然暖揚出來 我們就坐在那邊 曬太陽曬了很久 我們一個人就是吃了兩顆 效用是16個小時 如果你生活上有急需求的話 像是突然要熬夜工作 然後或是長途開車 或是要提升運動的表現的話 在全家就可以買到這種小包裝的喔 那如果你是想要常備 官網就有這種大盒的12顆 好啦這就是這次的贈助場 謝謝瑞瑟 謝謝瑞瑟 那真的是完成了這一個 我原本不認為是多厲害 但是我現在真的覺得回想起來 我真的是完成一個壯局 對我是覺得大家不要輕易嘗試 除非平常就是有在固定做訓練 我是覺得最晚一點 不管走到哪一個點 最晚一點下側 我的想法比較不一樣 上坡的過程中有覺得 已經超過自己體力負荷的話 就不要再上去了 下來也是蠻好體力的 現在夏天很容易下雨 然後地板超滑 你又走不快 然後又有地方是鋼梯 又滑又危險又抖的 所以下坡其實也蠻需要 大腿的力量控制的 而且路又臭又長 又臭又強 但是我還是很佩服我自己了 完成這趟旅程 我沒有後悔做這個決定 出去寫我的爸爸媽媽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IG搜尋繞語台 然後我們也會很頻道喔 好 給到我們單攻 順利 嗯